那有一题这个问题呢 这个是已经找到专家的 我们赶快来做一下解答 他在问说生完小孩之后呢 应该要怎么样减肥 宝宝都已经三个月了 但他觉得呢 现在还是比以前胖很多 又懒得运动 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吃素的人 那如果吃素的话 是不是减肥比较困难呢 吃素应该比较简单吧 那他自己是觉得说 是不是这个吃素 所以让他这个瘦得比较慢 那到底怎么样子 可以让这个产后的调理 不影响自己的身体 又能够呢恢复身材快一点 像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靠下小天时间 为大家找到的专家 这是我们中药学博士 我们的加州认证针灸师 这是我们柳江华柳博士 哈喽柳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祝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让2021年把所有的烦恼 都忘掉 真的要更健康 对是 是这样的了 生完孩子以后呢 减肥呢 光吃素呢 我是觉得不太好 特别是如果是你母乳喂养的时候呢 有些营养呢 还是要补充的 那至于减肥呢 我就跟你分享 我当时生完这个儿子以后呢 我就几个月 几天 生完孩子几天我就开始自己给针灸 自己针灸自己 对 而且我有些患者最近这几年呢 他们有的也是生完孩子的以后呢 也是到我这儿针灸 特别是腹部的那个肥肉啊 因为特别是 实际上特别是就是子宫 因为你生完孩子呢 他子宫他收缩是需要过什么 那你就是 你如果是针灸 他的效果真的是很好 那时候我记得我 生完孩子两个月吧 就去这个凤凰卫视 他们请我去做节目 就是说根本就看不出来 刚生完孩子 对 特别是收腹 效果很好 那当然就是不是这月的针灸减肥效果也是不错的 但是呢 他可以帮你减下来 但是维持呢 这就是要看你自己毅力了 就是从饮食锻炼 还有就是实际上一些中药呢 效果也挺好的 特别是你生完孩子呢 我们就是这个特殊时期 用中药调理一下子 根据你的情况 那当然最好是就是去看中医师 望闻问切 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这样的就是减的效果比较好 特别是越早越好 就是我知道有很多女生呢 本来很苗条的生完孩子 以后一下就胖起来 就很难减掉 很头痛 实际上是有办法的 针灸中药效果都挺好的 这样就锻炼 可不可以跟我们柳博士请教一下 那这个减肥有没有黄金期呢 你一生完小孩 是不是半年之内赶快捡 不要等说什么三年以后你才在想 是不是有一个黄金期可以把握 对对对 所以看我不是说我自己吗 那个时候我也是 因为刚生完了 就是因为他那个子宫孩子 没有马 不会马上生完 我就自己给自己扎 人就真的是很快 我就生完孩子六七天呢 我就给自己扎 就在院子里扎 效果真的是很好 这个我是亲身体验 好的好的 谢谢我们的这个中小学博士 柳江华 柳博士